各位觀眾今天要帶給你們的是你們最喜歡的殘酷惡選一季後賽篇 那幫你們邀請到來賓是我帥搞連線的partner 帥搞我覺得不好 我還是始終拒絕這個稱號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先來幫WithMy Homies宣傳一下他們的IG OK? 大家趕緊追蹤起來因為他們季後賽也有在出片 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reels 謝謝謝謝我們努力 在開始之前我想要問一下Eric身為馬刺總管的你 Anthony Edwards到底可不可以單換斑馬? 我就發現是說了嗎?百分之百喬丹之子下一個GOAT 下一個MJ你不換?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Anthony Edwards可以單換 可以單換? 那麼問題來了 因為你前面有說過Bankaro也可以單換 言下之意是Anthony Edwards跟Paul Bankaro是同等級的球員是這樣嗎? 我覺得目前Bankaro還沒有到Ant的Level 我同意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他的未來是很有可看性的 而且我覺得今年如果可外不能打美國隊的話 他們應該要找Bankaro進去替補他的位置 為什麼我覺得可以單換Ant有一個很大原因是因為 他現在才22歲 但是你看他在場上的表現跟隊友的溝通好了 是很成熟的知道每個人這個點你要去幹嘛 你要去幹嘛他會一直指揮大家要去做應該要做的事情 然後他很Enjoy the game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YAMA現在沒有的東西 一交易來我就有一個年輕然後心態很成熟的球員 大家去看他Mic up講的話 你就知道一個22歲的球員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是很Impress 那我再來幫你跟觀眾澄清一下 在這個氣候賽開大前 你應該沒有覺得蟻人可以單換班嗎? 我覺得可能我會有疑慮 不會像我現在那麼肯定說我絕對會換 好我只是幫觀眾確認一下 有時候我們如果沒有經過仔細的確認 很容易被沿上 我們還怕被沿上嗎? 我是都還行啦 可能我使出他的水湯 那接下來要來跟各位討論 就是我們的 殘酷二選一 季後賽篇 所以這第一輪也結束了 我們當然就是要揪一些被淘汰的球隊 他們的主將來湊一波啦 那廢話不多說 第一個組合 同樣都是年輕4000多萬 即將進入自由球員市場的球員 也這麼剛好 同樣都是在關鍵的淘汰賽 這兩位球員的表現 哪一位最令你失望呢? 我覺得 會是Tobias Harris 我覺得在這個賽季裡面 大家對 Klay其實 沒有什麼期待了 他就是會發生這種事情 他在這個季賽 好的表現 其實真的太斷斷續續 太斷斷續續 太斷斷續續 他又是個更吃手感型的球員 但是反觀Tobias Harris他們在第六場的時候 他其實是可以不用吃手感的打法 他是可以輾進去翻身跳的 或是在進去裡面得分型的 但是他連一分都沒得 竟然還是Bodyhill在第六場的時候 跳出來才幫76人咬住比賽 就以年輕的差距跟在隊上的定位 我覺得我對於Tobias Harris是更死亡的 而且你要想 今年的勇士隊 我相信大家對於他們的期望 可能沒有那麼高 所以不管他們是富家賽輸掉 還是進來第一輪輸掉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但對76人來講 他們的壓力就很大 如果他們可以進到第二輪 那個對於MB對整個76人的氣氛 跟評價是完全不一樣 我個人會對於Tobias Harris 更死亡一點 我必須要反駁你針對 Cray Thompson今年的表現 因為他是開季表現差 但是他到中後期 尤其是在勇士隊 虐蔡一波的那個連勝的時候 他其實表現是有回升的 尤其是三分球命中率的部分 他在那段時間 是勇士在外線最準的射手 再加上他過去在季後賽的 經驗值 那也是難滿的啊 所以你要跟我說 這樣子的球員 在富家賽打得這麼差 屍頭臨重 我真的無法接受 所以殘酷二選一的話 我是果斷的選擇 Clay Thompson 那個時段他真的打得好 但是從這一季跟上一季來講 這兩季就是不穩定啊 所以我對於他在富家賽 我當然會覺得說他是很有經驗的球員 他應該是可以找回 Gamesick的Clay的感覺 但是如果他今天打不好 我會覺得反正這幾個賽季來講 他就是會落賽啊 而且是很嚴重的那一種 以期望值來講 我對於Clay的期望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對於他也不會覺得更失望 欸你又是胡黑又是勇黑欸 我不是勇黑 等一下我絕對不是勇黑喔 這個片是要剪進去啊 我要說我 好那接下來這個組合 這兩位球員其實都蠻有趣的 因為他們在球隊的定位 尤其是得分的部分 是介於一哥跟二哥之間 而且他們同樣都是在 對上的主將受傷的情況下 在季後賽第一輪的表現非常糟糕 那就是Brandon Ingram 以及Tiler Hero 這兩位球員 Eric 你認為哪一位的表現 最令你失望呢 當然是Brandon Ingram 他整場被Ludor手抱 就突然 在這個第一輪季後賽發現 Ludor是在lockdown型defender 他賽季場均有20幾分 季後賽場均只有14.5分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Zion就已經不在了 大家球給他 你想打什麼我就讓你打 好好的發揮你最強的單打能力 然後他竟然 完全沒有幫助到球隊 遊擊場還是CJ 跳出來幫忙咬住比分 反觀我們看Tiler Hero至少有幫熱火拿下一場比賽 你確定那場比賽是他幫助熱火拿下的嗎 他砍了25分 總比英國人好吧 一場都沒有 所以我這邊會對於 Ingram來講 我是覺得更失望的 因為我期待 他是可以在這樣不在的時候真的把球隊扛下來 在上個賽季其實我們有看到他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我對他的期待就會比較高一點 而且如果要講一哥的程度的話 我覺得Ingram是比TilerHero level稍微高一點 我先來講一下TilerHero讓熱火迷失望的部分 因為其實在季後賽開打前我就有錄過一支最需要在季後賽證明自己的球員 然後裡面我就有講TilerHero當初在熱火的定位可以算得上是中心少組 然而距離他上一次在季後賽的好表現已經是泡泡圈的時期了 自從泡泡圈之後 就這些年來 熱火隊在季後賽的好表現完全是跟他沒有關係的 那你在Terry Rosier、Jimmy Butler都受傷沒有辦法出賽的情況下 你繳出的是場均17分不到 你整體Field Go連4成都不到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是TilerHero他沒有防守 繳出的是Bride比歐等級的數據 這也是為什麼我對TilerHero這位球員是非常失望 因為之前我的認知是 不管他能不能練成空球有沒有防守 他都是擁有一顆大心臟的球員 今天不要說熱火輸給賽率 這個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你個人表現不能這麼糟糕啊 你場均得分輸Band Adebayo 這樣對 在你的陣容中理論上是沒有任何球員能夠跟你爭球權的 結果你繳出這樣子的數據 我覺得非常令人失望 但是TilerHero再怎麼令人失望 我覺得還是沒有Brandam Ingram令人失望 這點我是同意你的 因為在Pelicans開打之前 其實很多人包括那顆花椰菜 都是挺爆Brandam Ingram的嘛 都是覺得說他實際上才是 是醍醐的一哥 醍醐應該交易掉 Zion Williamson圍繞著他來艦隊 我知道雷霆在例行賽的戰績是排名CG第一 可是以季後賽經驗值來說 他們不見得比醍醐多啊 那跟熱火一樣嘛 你輸的這個系列賽沒什麼 關鍵是你個人表現不能招成這樣吧 你整個被做Lockdown是怎樣 也因為他這樣子的表現 現在有傳聞出來說 醍醐直接會選擇不跟他續約嘛 所以Brandam Ingram這一波真的是 炸了自己的招牌啦 因為實際上他在上一次打季後賽的時候 他表現還是不錯的 長均有27分 對啊他是真的扛得起來的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合理會對他有一個這樣的期望吧 而且你剛做一個鬼轉耶 剛剛前面講的好像 我以為Tiler Hero是熱火一格一樣 你對他期望多大 然後最後一個鬼轉 選Brandam Ingram 沒有這個是比較出來的嘛 Tiler Hero確實很令人失望 只是如果他的對比是BI的話 那我認為BI更值得醜 只是說Tiler Hero 他在星秀合約到期之後 熱火是用頂星出來跟他續的呢 然後你表現是這樣 那接下來的這個組合 是蠻有趣的喔 如果單看數據啦 這兩位球員的表現 絕對不到令人失望 但是他們同時又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在關鍵的第四節 打得非常糟糕 究竟是第四節的MB比較令你失望 還是第四節的Anthony Davis 比較令你失望呢 我怕我這一講出來就會證明 你前面說我有永黑 我有狐黑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是永黑 但是狐黑不一定好不好 但我會選擇是PD 蛤?你好好講喔 準備要燒起來喔 這邊跟觀眾強調喔 我們只是討論第四節的表現喔 AD場均勻3.2分 Fill Go命中率35.7% MB至少比他高一點 5.8分 但是Fill Go也是很慘的 23.1 但我最主要為什麼選AD的原因是因為 畢竟他們在打這個系列賽道 再Carry球隊的人不一樣 忽然是LeBron再Carry球隊 他是在燃燒他的生命跟金塊拼搏 然後你AD前三節表現那麼好 你為什麼到了第四節就不願意幫LeBron呢 你就直接消失 等一下我覺得不是他不願意幫 我覺得是Darvenham戰術設計上沒有給他球權 這個點我也同意 但他就是沒有出手嘛 然後我們反觀看MB這邊 他六場都是認真在跟尼克拼起來的 是從第一節打到第四節 那他為什麼每次第四節都那麼累 原因是因為76人沒有人在幫他抓籃板 尼克對一群籃板吃飯再進去 一直狂弄他 到了第四節他體力都沒了 有一場還Fill Out 對於整體團隊的貢獻度跟第四節的表現 我會覺得AD會讓我更失望 你可以想像嗎 如果今天AD延續他1-3節的好表現的話 是不是虎人現在很有可能 被鬼狼血洗 我是沒有這樣說但是也有可能 他有幾場是前兩節15頭14中這樣子的命中率 你到第四節長軍出手是2.8個 這個差距就讓人真的很失望 等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鉛筆黑 但是我發誓我這一波是沒有要黑他 是92MB真的表現就爛 那你前面說什麼 Anthony Davis長軍出手不夠 那我們來看一下92MB 他長軍出手總夠了吧 整體命中率23% 三分球11% 所以相較於AD的出手不夠 MB這邊是在有足夠出手數的情況下 你投不進球 最最最令我接受不了的是什麼 你第四節長軍籃板不到一顆 你七尺長人耶 現在怎樣 第四節一顆籃板都搶不到 一顆耶 他在第四節長軍張人的次數 都比他籃板球還要高 我在這邊為什麼選AD 是因為期望度 我們對AD的期望是很高的耶 你現在又對他高期望了 你上幾部影片是怎麼講的 賴紀錄賽還沒開打錢 你是怎麼抽Anthony Davis 你要不要說一下 我嗎 你現在又對他有期望值了 我們要抽他沒有沒有他確實打不贏 你北國隊 他打不贏Yoke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嗎 我所有期望度是 如果我們看比賽來講 第一節到第三節 我會覺得說 你怎麼突然變那麼強 一直在虐Yoke 這樣第四節直接消失 也有可能像你講的 是教練的問題 但是你在看比賽的過程中 那個起伏是很大的 你知道嗎 MB起伏不大 因為我畢竟是來尼克的粉絲 我會覺得 哦這樣子 他的表現是好事 所以我不會對於他有那麼大的期待 而且我們都知道他就是 既賽一條龍 既候賽一條蟲 就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因為有前車之劍 所以你會覺得 哦比較符合期待 OK 這邊幫各位備註一下 尼克粉 狐人黑 我不是狐人黑 這部影片可以不要上嗎 感覺要被泡泡好煩喔 第四節藏區藍板不到一顆 你搶一顆藍板可不可以 引力人都搶了幾顆藍板了 就是像我講 他就是每次到了第四節 他的體力就整個被消耗完了 然後呢 尼克隊又全部都是 AD沒有被消耗完 AD場均在四顆而已欸 AD在第四節場均四顆藍板 你要不要聽一下 你自己在講什麼 MB一顆都不到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Eric 你現在反悔還來得及喔 我現在反悔前面全部剪掉 然後之後 我會丟著 你有沒有要反悔 好 等一下 籃板真的很重要嗎 籃板在這個季後上還不重要 你要說服我的點是 籃板對於這個比賽的總項 到底是不是很重要的一點 七六人跟尼克 是不是每一場都打到最後 胡人跟金塊 是不是每一場 肌肉賽都打到最後 才分出勝負 那這個時候 籃板球怎麼可能會不重要 嗯 沒有你就說你被我說服就好啊 你現在改答案啊 你就不會是胡黑啊 好好好 被你說服 MB 好不好 不是胡黑 我前面都沒有要講 Anthony Davis 就是場軍籃板的 結果後來你自己爆 我剛剛講完之後 我想說 喔不對 其實我講他們最後幾個play的時候 如果TL人這邊有多抓兩個籃板 他們可能會打第七戰 對啊 籃板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七六人跟尼克這個系列賽 但是你不覺得 如果今天真的第四節的AD 表現得跟前三節一樣的話 他們是可以贏這個系列賽的啊 啊 廢話 所以我才把他們兩個拿出來討論 MB多抓一顆籃板 七六人不是搶七了 一樣的道理嘛 他們各自有他們在第四節表現不好的地方啊 好啦好啦MB啦MB啦 跟你同一路啦好不好 因為前面我們都是聊球員的對比 但是最後這一組是直接球隊 因為他們的表現已經爛到你 單獨拿一個球員出來討論 其實不夠 那就是今年在西區的第一輪 太陽跟快艇 誰在氣候賽的表現更令你失望 我這邊會選擇太陽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一開始在預測他們這個系列賽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他們會輸 而且我更沒有想到他們會被4比0掃掉 毒星霞跟快艇 我本身就是挺毒星霞的嘛 所以他們輸很正常 我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我當然覺得最失望的會是太陽 講到太陽的部分嘛 有一題我想要問你 因為現在我們在錄製節目的當下 灰狼在客場已經拿下了2連勝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灰狼太強大 不是太陽太弱 太陽有沒有因為灰狼現在這麼強 而得到一些平反呢 現在給我的感覺好像是 不論西區哪一支球隊對上灰狼 好像都會被4比0 我可以同意啊 但是就我覺得這是空談啦 因為我相信金塊一定可以再贏個2場 反正我是相信金塊的 那如果進到季後賽 他們有一個 like playoff dbook playoff bradley bill的話 他們會輸的那麼慘嗎 也不會啊 我們講快艇好了啦 playoff pg也有出來過了 火箭燈也有出來讓大家看一下了 但是太陽一個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對於太陽是更失望的 有啦 巫師的bradley bill也有出來 當初在領先3比1的情況下 被勇士逆轉的那個kd有出來啊 如果給我選的話 我好像會比較傾向快艇 但同時我又會覺得說 快艇到底是在令人失望什麼呢 因為好像他們的所有主將都是正常發揮 比方說貴貴在進攻端一球投不進 可愛就坐在板燈上看戲 pg13關鍵的時候打鐵 金超人沒比前面表現很好 最後兩場表現很差 這一切的一切很令人失望 但同時又是那麼的無違和 你有在看近幾年的氣候上 你就會覺得 這不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劇本嗎 照你這個邏輯下去看 這就沒有失望啊 所以我是想要選快艇的 但同時我又會覺得 這一切又是這麼的自然 這一切又是這麼的正常 那反觀太陽這邊啦 就像你前面講到了 我們當初所有人的預測 都是太陽會贏 畢竟太陽有三聚 而且他們在例行賽對上輝狼的時候 他們的戰績又是那麼的好 我相信除了少部分的 死中輝狼迷以外 在季後賽開打前 沒有人想過太陽會被失靈 所以經過我這樣子思考過後 我覺得確實 太陽是比較令人失望的 但我還是要強調 輝狼好像現在又有點幫太陽平反 因為如果連金塊都在主場連輸兩場 第二場輝狼還讓了一個狗貝爾 如果接下來輝狼跟金塊的系列賽輝狼贏的話 我會同意 所以你要來插賭了嗎 剛才已經認輸了 PUSSE 喔 我沒有跟你插賭 我只是說我們不要把話說實 那如果到時候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我會同意你講的 PUSSE 喔 我在看比賽過程中也有聽到 其實輝狼他們也有出來說 他們覺得他們現在打金塊跟打太陽的時候 打太陽是比較緊張的 因為畢竟他們在季賽輸過 他們打金塊其實還比較沒有那麼緊張感 所以我覺得選擇太陽啦 OK啦 那今天的殘酷二選一到這邊也差不多告一段落啦 記得去追蹤withmyhomies的Instagram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落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